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是协神会 你的任性故事记 录节目这天我就一直在想 这一期节目什么时候上 为什么呢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热点 关于NBA的 估计在上节目的前后 詹姆斯的 勒布朗詹姆斯的 他的历史常规赛总得分将会来到历史第一 超过天狗贾巴尔 这个事我觉得对于我这个习惯 詹姆斯的球迷来说 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我关注的一个事情 说实话 詹姆斯这个球员 我一开始对他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趣 不知道各位 曾经有一期咱们聊NBA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说了 我最早的时候不认为詹姆斯是联盟第一人 当年2011年12年 詹姆斯还在妈咪热火的时候 还在妈咪热火的时候 跟热火跟雷霆打总决赛 我和我一发小 我们俩都打篮球 而且他是詹姆斯球迷 我们俩还在争论 到底是詹姆斯厉害还是杜兰特厉害 事实证明 詹姆斯比杜兰特强了不知道多少 这个确实够得上 当年够得上联盟第一人的这么一个封号 可能现在您要真说他是联盟第一人 有一些争议 但是至少在前几年一点争议没有 您想一个人带着一支渔南球队 对吧 连着几年进总决赛 当然您说骑士真的特别渔南 也不一定 但是凯里欧文后来不是也转会了吗 凯文勒福后来不也因伤长期缺阵吗 他身边那堆人 科沃尔这帮人 带着他们还能一路挺进总决赛 跟这个勇士还能掰掰手腕 我觉得真的已经证明詹姆斯的伟大 他的绝对厉害之处了 而且吧 詹姆斯以84年的 按今天算他已经39岁了 你怎么能想象一个四群老汉在场上打成这样的吗 场均30分 而且效率非常高的30分 这个打篮球的人 我有一个看法 能打NBA的球员 那都是全世界最牛的一批打篮球的人 这无庸置疑 前几天看一个节目 就是NBA有一个所谓NBA最弱的那个人 跟路人单挑 甚至跟大学生NCAA的比赛的那些球员去单挑 非常轻松的获胜 所以证明NBA球员都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对吧 我曾经在灌篮上看过这么一句话 我非常认同 就给NBA球员足够的出手次数 每个人都能拿30分 就比赛中啊 给他足够的出手次数 都能拿30分 二十分吧 对吧 都能拿二分 但是您这个就得考虑效率了 您投100次拿了二分 詹姆斯可能投了10次就拿二分了 那这两个人的效率高下利变啊 所以说詹姆斯他的效率值 现在还能在湖人队贯穿整个 就还是湖人最高的 甚至在整个联盟都是效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人 这个就有点太过分了 一点都不像其他球员在30岁 在39岁生涯第二十个赛季的这种表现 曾经看了很多分析的视频 就说很多球员在生涯二十赛季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每每每看一次 我都非常震撼啊 所有球员 像科比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生涯的第二十年 38岁就是他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的时候 厂军可能也就二十出头 二十分左右 对吧 但是效率已经非常低了 但像詹姆斯这种效率这么高的三十分 这太难得了 而且他对于整个球队的作用极大 有一统计 詹姆斯在场上的时候 他竞胜胡人队 竞胜对手九十分 詹姆斯不在场的时候 胡人队竞输对手一百五十分 那一个人 这礼拜礼 这好家伙两百分的差距 这一个人做出来的 这个简直太可怕了 这个真的 这种恐怖的正负值 包括效率 真的不像是一个征战二十个赛季的球员可以达到的 包括像是在真的是十年前 2011年 12年左右 当时我就看马健 马健老师 我曾经还跟他打过几场比赛 这确实人家不愧是第一个去NCAA的 而且也不愧是中国第一个差点东路NBA的球员 确实厉害 您看 岁数大了 但是手上的手感 包括脑子 确实打不过人家 马健老师在评论的时候就跟别人争论 跟那舒海 杨毅砍球公众号的那位舒海 跟他去争论 到底詹姆斯现在是一什么水平 十年前 詹姆斯三十岁的时候 当时就有 舒海就说 詹姆斯未来一定不是所谓舰队基石 马健说他未来五年之内还得是舰队基石 舒海不信 你看着 未来五年之内 詹姆斯一直在信总决赛 我不知道舒海他对这个事后来有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 反正至少证明你被打脸打得很惨 但是被詹姆斯打脸 一点都不过分 我曾经就被詹姆斯多次打脸 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不是特型 詹姆斯 尤其是我上大四的时候交了一女朋友 那女朋友是一颗笔的忠实粉丝 她对于詹姆斯的评价 这不就是一只星星吗 对吧 我当时也有点恋爱脑 也没往这方面去多想 真正塌下心来 毕竟我也打篮球 真正塌下心来看了这场詹姆斯比赛 服了 确实也是服了 这玩意儿你说不管是个人能力 还是您这个场上的组织能力 还是防守能力 还是关键球处理能力 没挑的 对吧 没什么可挑的 所以后来我就成了一个忠实的詹姆斯球迷 我到现在为止只要打篮球 必穿詹姆斯的鞋 除了詹姆斯的鞋 我谁也不穿 当然跟我体重大有关系 很多人说詹姆斯的鞋是舒服 但是踩着硬 我说我就没有踩着硬的感觉 因为我体重大直接那个气垫就被激活了 那座就被激活了 激活了之后我就感觉这鞋非常舒服 反正希望詹姆斯能打得越来越好 也不能叫越来越好了 已经这么大岁数 二十年了 还怎么能越来越好 但是真的是这么想 詹姆斯的球看一场少一场 真是看一场少一场 可能他会比正常人的职业生涯更长一些 但是谁也打败不了时间老人对你的璀璨 您毕竟已经39岁了 我不可能再像你29岁的时候说 你未来五年就可能不再是建队基石了 你五年之后一定不会再是建队基石了 但是詹姆斯 感谢你为我的打篮球的生命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篮球 贡献了这么大的光跟热 我是一路从我上初中的时候 知道的詹姆斯这一个球员 到现在 我现在已经毕业这么多年 工作这么多年 录节目都这么长时间了 对吧 还在讨论有关詹姆斯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传奇真的永远不会落幕 行了 跟各位闲聊几句 希望詹姆斯在我上节目这天 能够把得分超过加班尔 我非常期待的这一天的到来 各位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